OK 那我们现在来看到第五课 第一个部分的课文讲解 那第五课呢 基本上它在讲的是这个 半历史 半神话故事的一个东西 所以它里面有一些叙述的方式 会比较书写上用的 那同学呢 可以看一下 然后跟着模仿一下 不过呢 也不用觉得很有压力 你说你是不是一定要写成跟它一样 因为事实上呢 这种比较文学的写法 或者是呢 比较这个稍微比较书写 书面语的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做吸收的 OK 好 不过我们呢 还是来看一下 也许呢 看你自己咯 家庭可以学一点啦 Unit 5 OK 那我们看到课文 Was this the phas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 and burned the topless towers of Ilium Sweet Helen May be immortal with a kiss 好 这边的话是描写这位先生叫做 Dr.Fostus 也就是我们知道的胡适德 OK 好 那他呢 看到这个Helen 的时候 他的一个感叹 那这个大概是这首诗 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诗 或者是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剧 OK 那因为呢 以前的人写剧的话 其实呢 在戏剧里面他们也还蛮喜欢呢 用一些会押韵 或者是用一些诗来做一个对话 这样子 OK 好 那这个也是里头啊 那个剧里头蛮有名的一首诗这样子 OK 好 他说呢 Was this the phase? 好 那这当然是一个所谓的我们说的修辞性的一种提问 他没有让人家回答 OK 这就是那张脸嘛 Was this the phas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 A thousand ships 是谁开过来的 对 是希腊人 他们呢 开往这个特洛伊城 有这么多 因为那时候是严峻嘛 OK And burned the topless towers of Ilium Topless 我们说呢 为什么讲topless呢 他在这边并不是现代的意义啊 我们现代的意义的话 讲topless的话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上身没有穿衣服 叫做topless 不过这边的话 指的topless的话是指说呢 那个高塔 OK 那个高塔因为呢 高耸霧灵霄 所以呢 当你有云的时候 其实你是看不到那个塔尖的嘛 你是看不到他那个top 所以是因为这样叫做topless OK 好 然后他呢 Topless towers of Ilium OK 好 那为什么呢 因为特洛伊城在那个时候 号称是最富强 最有钱的一个城市这样子 OK 好 所以他的那个房子 可以盖那么高 OK 所以他说 Sweet Helen make me immortal with a kiss 好 因为这个是 历史上有名的美女 所以这个Dr.Fosters会认为说 Sweet Helen 你只要亲我一下 我就呢 永恒了 好 因为大家都会记得说 我是被Helen亲过的 被Helen亲吻过的一个人这样 那我就可以Immortal 这样 OK From this famous quote It is clear that Helen's beauty was seen as the cause of the Trojan war 好 他说呢 看到这边的话 当然你就知道说 哦 因为他讲说这个脸啊 这张脸的话发动了这个上千的船只 然后呢 因为这张脸特洛伊城毁灭了 好 所以似乎很清楚的就是什么 It is clear that Helen's beauty was seen as 被视为什么 was seen as 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用 was regarded as 还记得吗 或者是was viewed as 被视为 the cause of the Trojan war OK 可是他说 然后他说 In fact Helen's beauty had caused the Trojan prince to kidnap her 好 这边In fact的话就是补充说明了 OK 好 他告诉你说 哎 他的美为什么呢 是造成特洛伊战争的原因呢 事实上 这边呢 补充说明 我们知道In fact的话 除了补充说明 其他另外一个意思的话呢 是跟人家怎么样 讲一个呢 别人人家原来不知道的事情 你跟他讲说 哎 其实是这样 OK 好 不过在这边的话 这个In fact的话就是补充说明 好 再呢 加一些资讯给人家 事实上呢 Helen's beauty 我们这边往下看 Helen's beauty had caused 好 这边我们看到他用过去完成是 had caused 因为呢 指的呢 就是说 在先前啦 OK 好 在这个 was seen as OK 那这个was seen as的话呢 当然指的是过去啊 OK 这么一两千年来这样 OK 好 那呢 这边的话是在更早发生的事情 在人们认为是这样之前 OK 好 那呢 所以我们用过去完成是 其实说实在你这边用过去是其实也OK 只是呢 这个作者想要强调说是 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所以他说 had caused the Trojan prince to kidnap her Helen's husband and the king of Sparta OK 同学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叫做 Menelaus 记得吗 OK 好 这个 the king of Sparta then declared war 宣战这个东西 同学好像不太熟 那这边提醒一下同学是 Declared war Declared war 叫做宣战 Declared 宣布 宣告 或者是呢 你如果在机场看到 Declared 指的是申报 有没有 申报你的财产 那等于也是跟公家宣告 好 不过在这边的话 Declared 指的是宣布 所以就是所谓的宣战 那这边 war 是一种状态 所以不用加罐子 不用加s Declared war on a certain country for this However it was neither Paris's passion nor the king's anger For that burnt down Troy 好 这边我们又看到我们之前讲过的 It was that 有没有 OK 这个所谓叫做什么 强调用法的分裂句啦 OK 好 特别要把这个东西拉出来强调 并不是因为这个 也不是因为 OK 好 那其实这边的话 你说 neither nor 其实感觉 否定句感觉就已经有强调 所以他在这边的话呢 等于是强调 再强调 他说 It was neither Paris's passion nor the king's anger that OK 既不是 也不是 OK 他呢 既不是这个 也不是那个呢 把特洛因城给毁了 OK 好 Paris 这个字啊 因为他已经有s 通常我们人民如果有s的话 你如果还要再加所有格呢 没有关系 你就直接一匹s再加上去 你不要看到两个s觉得怪怪的 不会啊 OK 好 因为呢这个是一般来讲 大家还是follow这样子的习惯 比如说你讲Jesus 耶稣 然后呢你说耶稣的 你还是一样照亮加一匹s OK 好 所以不要觉得他很怪 就是这样子 OK 好 那他说呢 既不是这个 也不是那个 that burned down Troy the city which at the time was second to none on earth the city 在这边呢 其实指的就是 Troy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呢 the city 其实不写的话其实也还好 你可以直接从 which 开始 好 那只不过这边 再说明一下说 Troy 是什么样的状态 它是一个城市 那呢在古希腊的时候当然我们常讲城邦嘛 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国家 which 好 那the city which at the time was second to none second to none 的话我们要翻译就是叫 无人能出其右 OK 就是他是第二名 但是呢前面没有人 所以叫做无人能出其右 那其实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第一名的意思 OK 是一个蛮有趣的说法 这就是你在做比较讲名字的时候 如果你这样说 second to none 那意思就是你是第一名 OK 前面没有人啦 OK the seeds of its destruction had already been sowed 好 这边呢他讲到说 OK 不是因为呢前面讲的是一些原因 事实上呢他的这个种子 OK the seeds of its destruction 他的这个毁灭的种子 had already been sowed 我们又看到什么过去完成式 表示呢在先前就已经被种下了 好 那既然是种子所以要被种下 所以你会继续用这个比喻the seed 那搭配的就要用so be sowed 这样被种下 as a result of in 为什么呢 because of as a result of dispute mute among three jealous goddesses mown before the war 事实上是这样 OK 在神话故事一直这么讲 in greek mythology gods and goddesses were often involved in the conflicts between mortals be involved in be involved in 你可以说涉入 或者是你可以说参与的 OK 好 通常指的不是说呢好像只是稍微有一点点关系 而是呢真的是在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OK 会用in get involved in 或者是be involved in 这样子 OK 好 那就是他们呢都也真的还蛮热心参与的 人类的事物这样子 OK this was exactly what happened with the trojan war with的话呢就是对于啊 对于就是说呢在他身上也是一样 对于这个the trojan war事实上也是这么个发生 OK which the myth said actually erupted 好 这个which前面我们有个斗点 那是看过n 遍的 我们说有斗点的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非限定用法 他只是用来什么 只是用来补充说明而已啊 OK 好 所以这边的话呢 which 指的当然就是the trojan war 而且因为他就只有一个 所以呢你就加斗点吧 OK which erupted 注意到这边呢 which 然后动词就是erupted 那你说the myth said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差弱句 就好像 which I think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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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which I think is the most wonderful experience for anyone OK 好 那你说我认为 或者是the myth said 神话里面是这么说 这个都是一个差弱句 好 那基本上which 还是这个子句的主词 而erupted 还是这个子句的动词 这个战争爆发了 OK 是因为什么呢 because Hera,Athena and Aphrodite had a fight over a golden apple OK over 对于什么 have a fight over something have a quarrel corel 你也是用over something 或者是about OK 好 那发语的话 通常我们会用over A golden apple marked 可以上面被标记的 with the words for the fairest on it OK 好 那我们都知道 那个时候是有个捣乱的家伙 因为他不爽 没被邀请 所以呢就这样子做了这件事情 OK for the fairest for the fairest fair的话 这边指的是漂亮 est 所以呢指的是什么 the most beautiful for the most pretty for the most beautiful OK 好 他说 to avoid offending any of the three goddesses Zeus refused to judge for them OK 好 他呢不想要下这个判断 不想要做这个判决 Instead he commanded that Paris handle this difficult and annoying task OK 好 那我们之前提到说 像这个command suggest exist request 什么之类的 OK demand 有没有 后面呢 我们的句子呢 用should加上原型 这个其实呢 现在是比较英国式的用法 而且通常当然你是指说这件事情 你要强调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 我认为你就应该要这样去做 OK 好 那我们就会用这个 handle 会用原型 因为前面其实省略了一个什么 省略了一个should OK 好 但是其实现在美式用法 因为很多他们都不管你了 然后就直接 后面其实用过去试也没差这样子 OK 好 不过课本上面讲的话 那我们注意一下 he commanded that Paris handle this difficult and annoying task annoying job knowing that Paris was going to be the judge the three goddesses each promised him the best gifts they could give in order to win the golden apple 他们就开始来怎么样 匯辱他 收买他 OK Para tried to bribe him with power over 好 over又出现了 我在听这个over就是说 他在等于说他有 他有统誉 他等于是他在他们上面 这样子OK 然后他有统治他们的一个权利 所以我们有over 因为我们知道over可以是在上面 对不对 在上方这样子 OK 好 Athena offered him great skills in battle and wisdom Battle 这边我们没有加S 指的呢 其实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就是战争 就是打斗这样子 可以战斗 OK Aphrodite gave him her word Give someone your word 就是promise someone的意思 所以这边 gave him her word 就是promise him OK 好 就好我们有时候也会说 you have my word you have my word 就是我答应你 然后我承诺你 这样子 OK 好 他说呢 gave him her word that she would help him win the heart of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in the world Eventually Paris chose Aphrodite long after long thought after long thought 或者我们说after long thinking 好这边的话就是思考这个动作 as a result as a result It was the judgment of Paris that ended up being the real reason end up 我们说到头来成为什么 对不对 好 结果成为什么 好那后面呢 要加的呢 就是修饰什么 修饰主词的东西 OK 好所以这边那相当于说呢 这边的话这个being the real reason 就是用来修饰主词是什么 OK 或者是说他要形容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 the judgment of Paris 有没有 OK 好这个judgment of Paris 就是being the real reason OK the Trojan war broke out 那同学有没有注意到这边又用了什么 it was that 又是一个分裂句 好那我们先看到这里咯